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把现象学士的听的这个项度 约莫以recur所谓的同情共感的诠释学 The Hermeneutics of Empathy来理解 那把精神分析师的听的这个项度 约莫以recur所谓的存疑的诠释学 The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来理解 那我也跟各位强调 以往精神分析的训练可能过度的强调了存疑的诠释学 这个在聆听和理解上的项度 那忽略了同情共感的诠释学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呢 是某一些存疑诠释活动在操作上的基础 那我特别提到针对精神分析者 故事漏洞的提问 其实就必须要有同情共感的基础 不然是听不到所谓的漏洞的 那如果各位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 那么我所谓的精神分析师的听 其实所指的 并不是精神分析只有这样子的方式的听 而是这种把听话跟提问的焦点 放在分析者无意识主体说话的这种方式呢 是由弗洛伊德所开创的 特属于精神分析的技法 那精神分析在实际上操作的聆听和提问呢 其实是线上学态度和精神分析 态度都有的 而纯仪也必须要以同情共感的理解为基础 那在这个讲次呢 我们要谈的是精神分析中的提点 Punctuation Punctuation是什么意思 各位如果查一下阴汉词典 你就会发现 这个Punctuation在字面上 就是标点符号的意思 那如果把Punctuation变成动词 To punctuate 就是在一段文字当中加上了标点符号 让原本一整片没有分段的文字 因为加了标点符号而出现段落 那各位可能会觉得奇怪 也应该要觉得奇怪 为什么我们在禅精神分析 会跟标点符号扯得上关系 那大家先稍安勿造 我们先从字语人学的角度切入理解 那各位心中的疑问呢 应该就会慢慢得到解答 那首先如果我们从牛津英汉词典 来查找Punctuate的意思 你会在里面读到 Punctuate这个字的字元 有brought to a point 和Point out两个跟指点很有关系的意思 那我不知道各位在阅读的时候 会不会和我一样 有时候也用指头来辅助阅读 那眼睛跟着指头的移动来阅读 那读了一小段文字 就稍微顿一下 点一下 接着再继续阅读其他的文字 那这种阅读上的顿点 就是brought to a point的意思 那整个阅读的活动 在这一个点上面 暂告一个段落 那这个是第一层 单纯就阅读的活动来说 brought to a point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阅读是为了什么 阅读是为了理解文字所传达的意义 对吧 那这就涉及了 brought to a point的第二层意涵 那通常我们在阅读上的顿或点 它也是意义切割或收束的点 那例如说 顿点 顿点跟逗点 通常就比较是意义的段落切割 而句号呢 就比较是意义收束的点 那各位如果在阅读上 遇上了句号 就会知道说 前面说的一串东西 它们的意义在这个点上收束了起来 那句号的后头 就会是另一个意义串的开始 所以 逗点 顿点 句点 几乎就构成了我们平常使用标点符号的主轴 那当然我们还会使用别的标点符号 例如 用金探号来把前面那句话的情感强度加强 或者是用问号 就是带着某一种对话的强制性 让后头接着的话 必须是一种对于问话的回答 所以brought to the point的第二层意义呢 就涉及到使用标点符号时 在意义生成 meaning making 这个事件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 那因此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brought to the point的第二层意义 其实就是to point out 也就是说 借由标点符号的使用来指出意义 那经过刚刚的解释 各位应该发现 其实标点符号的使用 是藏着学问的 什么样的学问 你可能要问我 那从刚刚对标点符号使用的书里呢 我可以告诉各位 标点符号的使用 是左右着意义生成的节奏和方向的 各位可能会觉得说 标点符号左右着意义生成的节奏 这个部分好懂 但是标点符号左右着意义生成的方向 这个部分似乎有一点抽象 没关系 我来举一个在台湾这边 学标点符号时 老师常说的故事 来说明给各位听 各位应该马上就会了解 那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明朝有一位才子叫徐文昌 他有一天外出去找朋友 那因为当时是梅雨季啊 雨一下就好几天 那他在朋友家呢 就这么一住也是好几天 几天后啊 朋友看徐文昌就这么住着 好像没有要离开的打算 所以就想了个办法 想要委婉的告诉徐文昌 他可以离开了 那这位朋友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在客厅的桌子上留了一个字条 上面写着 下雨天流克天流我不流 那希望徐文昌看到字条之后 能够明白他的意思 自己打包走人 那这个字条 后来徐文昌当然是看到了 他知道朋友留下这个字条的意思 应该是下雨天流克天流我不流 说白了就是你在这里的时间 呆这么几天啊 是老天爷留你的 可不是我啊 那徐文昌觉得朋友这么想感人 却又不明说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所以就在朋友留下的纸条上 标了巨斗 不过徐文昌他是这么标的 下雨天流克天流我不流 意思是说下雨天啊 本来就是应该让客人多留几天的嘛 所以你说要不要留我呢 当然是留 那想感人的朋友回到客厅后 看到徐文昌他标的巨斗 当下就觉得羞愧的不得了 也就不这么执意要感人了 那这个故事我想各位都听过 但是当初听这个故事的脉络呢 应该也跟我一样 是在强调标点符号要下的对 不然就尴尬了 因为同一段文字会完全被理解成不同的意思 不过我今天把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拿出来举例啊 并不是要强调说 标点符号是下的对或者错的问题 而是要指出一件比对或错更为根本的事情 那就是一段文字或一句话 它的意义并不是内建于文字当中的 而且它的意义也往往不是单一的 而是要看 读这段文字或听这段 这段话的人呢 怎么去断句 不同的断句啊 也就是不同的标点符号使用方法呢 会让同一段文字 同一段话出现截然不同的意义 这个就是我说的 标点符号的使用左右着意义生成的方向的意思 在上个讲次我把法国哲学家Paul Ricard对诠释学的阐述 引进我们对拉钢L图示的解读 那这样的做法可能会有些纯粹受精神分析训练的人 觉得不以为然 觉得我会不会张冠理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太把自己的线上学传承啊 放进精神分析的概念的解读里头 那老实说呢 一开始我自己也难免会这样怀疑啦 会不会是我自己乱了套 把我自己学到的精神分析 跟现象学的两个传承过度混淆 不过当我自己累积的文本越多 临床经验累积的也越多之后呢 我就越会发现 精神分析和现象学这两门学问 其实在很多方面上面呢 是可以互通的 也需要互通的 首先不管是弗洛伊德 还是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 他们两位都曾经是德国哲学家 Brentano France Brentano的学生 那胡塞尔和Brentano的关系呢 是比较可以明确追溯的 因为胡塞尔之所以会从数学研究 转向心理哲学的研究 以至于最终创始的现象学 他失从Brentano的那几年 绝对是关键 我们甚至可以说呢 胡塞尔的现象学 是在他对Brentano的 意向性哲学的理解 跟批判的基础上面建立起来的 那弗洛伊德和Brentano的关系就比较难追一点 从史料上我们可以看到 弗洛伊德是在医学系的那几年 他在医学系的那几年 唯一修过的非医学系的课程 就是Brentano开的哲学选读 逻辑学 以及亚里斯多德哲学三门课 那而根据现象学学者莫伦 Dermott Morin的说法 Brentano对亚里斯多德的意向性的改良 其实正是Brentano的意向性哲学的基础 不仅如此 弗洛伊德并不是只是去上Brentano的课 这样子的一个学生而已 他和Brentano还有好几年的私人情谊 这就是说他很难不受到他的心理学哲学的影响 至少我们知道 虽然弗洛伊德的专业训练 完全是解剖学和神经学的 但是他早在谢斯底里正研究的阶段 就尝试对神经症患者的症状提出 所谓的心理学的解释 而且在梦的解析 弗伊德的第一本专著里 他就勇敢的提出 而且捍卫了纯粹心理学解释的可能性 这和他受过同样专业训练的同侪们 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个部分就特别可能是受到Brentano的影响 那所以精神分析和现象学这两门学问 我们最起码可以在Brentano这里 就看到他们在起点上面的可能同源 那后续其实就更精彩 我可以告诉各位 只要是学了精神分析 又学了现象学的学者 都会发现这两门学问 就好像心理临床工作上面的认督二脉 而且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想打通认督二脉 也就是说把这两门学问融会贯通的企图 那在德语的世界里 这两门学问的河流主要是出现在实物界 而且他也早就有具体的名字 叫做Design Analysis 此在分析 那他最早是在1920年代 由瑞士的精神科医师 Rudwig Binsvanger提出来的 后来 他被同样为瑞士精神科医师的Metabors 接续发展 甚至形成了心理治疗的学会 有更系统化 组织化的发展 那在法语的世界里呢 精神分析和现象学的汇流 他的路径就比较曲折一点 因此也就更难辨识一点 他可能有好几个点 好几个路径 可是如果以拉钢来说 他的专业训练是精神医学 不过透过亚斯培的存在精神医学 拉钢也受到了相学的影响 而在法国学界呢 由于 结构主义普遍被认为是 取代了现象学而新起的哲学思潮 而拉钢又常常被指认为是 受到结构主义的强烈影响 以至于他的思想里 受到现象学影响的部分 往往被忽略不见 那不过就像拉钢的女婿 Jacqueline Miller指出的 拉钢思想的独特之处就在于 他对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独特柔和 那如果各位读过拉钢传呢 应该就会知道 拉钢花了很多时间在斟酌 我犹豫他的文集到底应不应该出版 然而就在文集出版之前呢 跟他有私交 像他整整一轮的 Paul Ricoeur 却更早的出版了一本有关 佛罗伊德的著作 而且其中啊 完全没有听到 完全没有提到拉钢的名字 即便在那之前呢 Ricoeur整整参与了 五年拉钢的研讨班 那我想请问各位啊 即使Ricoeur没有在著作中提到拉钢 但是他对佛罗伊德的理解 真的会完全不受到拉钢的影响吗 讲了这么多 各位要知道 这个并不是差题啊 而是要指出现象学跟精神分析之间 千丝万缕的关联性 以及用现象学理解精神分析经验 或者是概念他的合法性 在哪边 甚至他的必要性在哪边 那我自己的发现是这样 如果我们要理解拉钢 在1950年代中期 对精神分析的思考 这其中包括了他的罗马报告 以及前面的几个研讨班 那你要引入现象学的思考 其实对于理解拉钢的核心概念来说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好 体点 punctuation 这个概念 就是这样 好 现在让我从Ricoeur对Discourse 话语的Discourse 话语的阐述 来帮助各位对拉钢所说的提点 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 有一个更到位 更深刻的理解 那首先让我先从Ricoeur 怎么界定Discourse 这件事情来谈起 那各位如果对当代哲学 或社会科学的思潮有所涉略 应该会常常看到Discourse 这个字 不过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Discourse这个字 在不同的学者手上 甚至在不同的脉络里 往往会有不太一样的意思 这个是各位要先搞清楚的 例如Discourse 在法国哲学家妇科的手上 它的意思就是 比较形式化的 甚至带有科学性的论述 那在执行研究的方法里 Discourse指的是 人跟人之间的对话 所以Discourse Analysis 指的就是对话分析 而不是复刻意义上的论述分析 那在Recur这里呢 Discourse是它的 诠释现象学中的核心概念 它的意义必须要和 其他的几个重要概念 例如它对语言 Language的理解 对文本 Text的理解 一并考量 才会清楚 那Discourse这个字呢 它在最根本的意义上 是和Language 语言一并考虑的 一个差异性概念 语言 Language 对Recur来说 就是由义符 Science 组成的整体 类似数学中的 集合的概念 义符的集合 因此语言作为一个义符的集合呢 它本身是 A Temporal 没有时间性的 那Discourse呢 Recur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它说Discourse is the realization of language 换句话说呢 话语是语言的实现 那要懂这句话 关键就在realization这个字的意思 Realize就是把什么东西变成real 变成实的 可触可碰的 这个就是实现 那realization的意思呢 刚刚已经说了 语言作为 语言作为一个义符组成的整体 它是没有办法被完全实现的 它是一个比较像是集合的概念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Recur要说 话语是语言的实现呢 这就牵扯到话语的第一个特征 话语是一种Temporal Event 时间性的事件 那话语会出现呢 一定是有人说话了 才会开始动用义符 依着某一些话语生成的规则 形成了说出来的话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把Discourse 翻译成话语 因为这个翻译 把握了Discourse 作为时间性事件的意涵 Discourse是话了的语 所以叫做话语 那Recur认为话语有四个特征 作为时间性事件是第一个 那其他三个 我就先约略的说 等一下有必要的时候再做补充 那话语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 第二个特征是 话语总有个说话的人 而作为一个事件呢 他总是会追溯回说话者 因此总是自我参照 Self Referential 那话语的第三个特征 是话语总是关于世界上的某事某物 因此让语言不再只是意浮的集合 而是在话语当中有了世界 指向世界 那话语的第四个特征是 话语总是对着某人说的 它是一种对话关系的建立 那这四个特征呢 就是话语作为时间性事件的主要特征 对Recur来说呢 话语的这个时间性事件之所以出现 绝对不是无地方式 因为话语之所以出现 是为了要生成意义 传达意义 这也就是为什么Recur会说 事件和意义有一种辩证的 有一种dialactic的关系 那话语这个时间性事件的出现 终究是为了要生成意义 所以事件本身不是重点 意义才是重点 我们说话时所关注的呢 是借由话语生成的意义 因此总的来说 话语是什么呢 话语是意义生成的事件 好 那如果我们接受了Recur的说法 话语是意义生成的事件 那他有没有基本的单位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Recur就把话语跟语言做了比较 他说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译符 sign 那话语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呢 Recur说话语的基本单位是句子 sentence 这也就是说 当我们说话时啊 意义的生成是以句子为单位的 一个句子接着一个句子 就像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海浪 那话语的意义就是这么传达的 有了这个话语意义传达的图像之后呢 我们要聚焦到单个波浪 也就是一个句子内的意义形成 各位要知道啊 如果说话语的基本单位是句子 那就表示说 一个句子没有说完之前呢 意义的生成其实还处在一种未完待续的状态 要等到最后一个字说完 把句子画上了句点 整个句子的完整意义才会出现 我在学校上课时常常跟学生以开玩笑的方式 说明这件事情 我会突然对一个学生认真的说 你实在是我教过最聪明的学生了 然后停个一秒 接着说才怪 学生在一开始可能受宠若惊啊 可是后来听到才怪会突然傻掉 接着才议会过来 原来刚刚是一个话语的意义是以句子作为单位的引力示范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主要是引入了recurge关于话语啊 discourse的一些核心的概念 那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命题 第一个是话语是意义生成的事件 那第二个呢 是话语的基本单位是句子 那这两个命题呢 我想先请各位记在心里 接着让我们回到精神分析的脉络啊 待会儿啊 我才用recurge对于话语的阐述 来丰富我们对于精神分析中的提点啊 punctuation的理解 在这个讲次的一开始啊 我们从punctuation的字元学切入 得出了标点符号的使用左右着意义生成的节奏和方向的这样一个结论 那各位要知道啊 这个结论不只适用于阅读文章 他也适用于说话 那分析者在说话时 有没有带着他自己的标点符号 他说话时的停顿 犹豫强调含糊带过 其实就是一种标点符号 他在说话时的punctuation 那分析者自带的标点符号就像是下雨天流客天流我不留 最初的剧斗下雨天流客天天流我不留 而这样的剧斗方式传达的就是分析者的意图 他想借由这一段话这样的剧斗方式向分析师表达说明些什么 那bruce fink在精神分析技法的基础这本书中呢 把分析者自带的剧斗方式 标点符号 称之为他在说话时的pre-existing punctuation 而分析师在聆听分析者说话时呢 如果从punctuation的角度来考量呢 可以借由他在聆听时的回应 这个回应可能是表情 也可能是提问 让分析者说话时自带的剧斗方式出现某种变化 某种shift 不再向分析者自以为的那么理所当然 那让我们再回到徐文昌下雨天流客天流我不留 这个例子 那不过这次呢 我们要用精神分析一点的角度啊 来理解这个故事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啊 为什么徐文昌的朋友不是直接的跟他说 啊文昌啊 你待的时间够久了哦 可以离开了哦 而是用留字条的方式 委婉的想请他的朋友离开呢 这个字条在今儿分析的意义上啊 其实就像是一个症状 症状是什么 是两个彼此冲突的意念妥协下的产物 他是一种compromise formation 他虽然也想请徐文昌离开啊 因为已经待了好几天了嘛 但是他同时也知道 在这样美语的季节里 请一个来访的朋友离开 其实有点说不过去 宋克跟刘克 其实就构成了两个彼此冲突的意念 而最终妥协的产物 就是那张字条 没有明确剧斗的 下雨天流 克天流我不流 那不过徐文昌的朋友呢 当然没有意会到 他自己的这张字条啊 其实是个症状 而自以为是的 把它当作是一个送课令 下雨天流克 天流我不流 完全没有想到 徐文昌会对这张字条 有另外一种解读 而徐文昌这边呢 他自然知道 朋友留下这张字条 是想送课了 但同时呢 他也敏感的捕捉到 这张字条的症状意涵 也就是说 朋友虽然有送课的想法 但同时也有流克的念头 因为在下雨天执意要送课 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结果徐文昌选择 不回应朋友送课的想法 而是点出了朋友流克的念头 所以用朋友没有想到的 剧斗方式 作为对朋友的回应 下雨天 流克天 流我不 流 我们常常以为说话嘛 就是我在说话 对不对 这个成分当然有啦 我在说话 但是我们往往是太高估了 我在说话这件事情上面的自由度 因为事实上除了我在说话 话也在说我 什么叫做话也在说我 各位可以回想一下 在第四个讲次里 我曾经提到 说话这件事情啊 除了我在说话 也就是Bruce Fink说的 Ego Talk这个层次 那它其实还包含了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其他什么也在说话 The other kind of talk 而这个其他什么在说话 我当时用了L图示 跟各位说明啊 它就是无意识主体在说话 我在这里讲的话在说我 所强调的 就是无意识也参与在说话当中 不过话在说我的我 已经不是自我 不是Ego了 而是参与在说话当中的 无意识主体 分析者的他我 S 那让我们再回到徐文藏的故事啊 下雨天流 客天流 我不流 这个没有剧斗的句子 这个没有剧斗的句子 它本身就像是 我们在说话时说出来的 画那些字词本身 我们在说话时 会用自带剧斗的方式 把原本没有剧斗的字词呢 断句成下雨天流客 天流我不流 那这些加上标点符号之后的字词呢 就成了一个句子 构成了我们以为自己说出的话 以及所传达的意义 然而就像弗洛伊德 在精神分析的临床时间 一开始就发现的 我们在说话时 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种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主性 而是带着相当程度的非自主性 被某一些我们的自主意识 无法察觉到的因素所决定 那精神分析的主要技法 自由联想 free association 它所依据的基础呢 就是这个 我们在字词使用上 带有决定论因素的非自主性 自由联想的自由度啊 就是让意识的减禁作用 它的censorship 不发挥主导作用 让非自主意念之间的勾连 不再只是一闪而过 而是能够被我们察觉 捕捉到他们之间的勾连 所以说free association的free 不是中文里那种自由自在的意思 而是free from censorship 不被减禁作用干扰 那到这里各位如果有跟上的话呢 那各位就应该知道 我们说出来的话 那些字词本身 并不全然是由我们的自主意识 所拣选的 它固然是被自我 我们的ego拿来说出 它想传达的意思 但同时它也存在着 非自主性的成分 有着比自我想传达的意思 要更多的意涵 那用专业一点的话来说 这个就叫做多异性 polisomy 那这样的多异性 不只出现在字词 word的层次 它也出现在话语 discourse的层次 那中文里有一个成语 叫做语代双关 它所描述的 就是这种话语多异的现象 所以徐文长的朋友 没有直接请徐文长打包走路 而是在客厅留下了字条 下语天留课 留我不留 以为自己传达了 下语天留课 天留我不留 但是我们知道 他犹豫 他既有送课的想法 也有留课的念头 所以才留字条 而不是当念下主课令 那问题是 要怎么样把朋友 这个隐而不显的 留课念头给点出来呢 徐文长用的方法 就是改变了朋友 原来的剧斗方式 那个pre-existing punctuation 把同样的一段字条 把同样的一段字词 标上了不懂的标点符号 下语天留课 留我不留 这个新的标点符号方式 就把朋友原来隐而不显的留课念头 给提点了出来 讲到这里 各位应该已经明白 puntuation作为精神分析的一种重要技法呢 是要把字词或话语里头 隐而不显的念头 给提点出来 让这些念头 有机会在分析中 从原来隐而不显的状态 进入对话 继续生成话语 也就是说 进到一个意义生成的过程 那李星宇老师在拉钢清神分析 介绍性词典里呢 把puntuation翻译成标点 这这样的方法呢 是比较贴近puntuation 原本作为标点符号的这层意义 那我把puntuation翻译成提点 则是比较贴近着技法 贴近着technique的一种翻译 那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谈的是 作为精神分析的重要技法 puntuation要提点的是什么 在前两个讲次 我们使用L图示来跟各位说明 分析的谈话不是一般的谈话 一般的谈话 比较是进入到 小写他者的位置的谈话 那对谈的双方呢 都比较是以自我为参照 在谈话当中各取所需 不过精神分析的谈话 是一种以聆听为主的谈话 他要求分析师进驻到 大写他者的位置 以一种悬浮的注意力来聆听 来提问 那一方面促进分析师 对分析者同情共感的理解 那一方面也要注意到 分析者故事里的漏洞 那我也已经向各位说明了 对拉刚来说 L图示是精神分析经验的 完整关系结构 它涉及了治疗关系当中的 四个主体位置 那我也从这个图示 跟各位阐述了 跟分析中的欲望 聆听和提问相关的核心概念 以及我自己从现象学角度 切入的一些心得 那puntuation 提点 它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话语和意义生成的角度 更细致的去琢磨精神分析的技法 那我们从recur那里 引入的两个命题 在这里就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好 各位还记得recur的第一个命题吧 话语是意义生成的事件 那这个命题对于精神分析的谈话来说 当然也是成立的 不过当我们把这个命题 放到精神分析的情境时 拉刚的L图示告诉我们什么 他的L图示告诉我们 在精神分析的谈话中呢 不只是分析者的自我在说话 分析者的无意识同时也在说话 那因此对于分析师来说 我们不能光只听分析者的我在说话 我们也要注意到话在说我 注意到同时也在说话的另一个我 分析者的无意识 那如果让分析者一直自顾自的说 那分析的话语主要就是会跟自我有关的意义生成事件 而起点作为精神分析的重要技法 它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要让分析者的话语 不只是被他的自我左右 不要只是ego talk 而是在分析师察觉到某一些无意识闪现的时刻 可能是分析者说话时 说六嘴啊 欲言又止啊 话中有话啊 含糊带过的时候呢 适时的去提点 这个提点可能是分析师的眼神 表情 关键字的重述等的作为 让那些原本隐而未显 一闪而逝的念头 画面 感触有机会进到话语 参与到意义生成的过程里头来 所以说提点的主要目标呢 就是让分析者的无意识 也能够参与到分析谈话 这个话语的意义生成事件当中 不要只听到我在说话 也要注意到话在说我 若以Bruce Fink的说法 分析师的提点 其实是有明确目标的 它是Aiming at the repressed 也就是说 在被抑制物闪现时出手提点 那这个涉及的是提点的时机问题 那提点的这个主要目标清楚之后呢 接着要谈的就是提点的使用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和recur的第二个命题有关了 recur的第二个命题是什么 recur提醒我们 话语是意义生成的事件 而且话语的基本单位是句子 从徐文藏的故事我们已经看到 同样的一堆字词 它其实是可以生成两种 两个不同的句子 那这两个句子使用的字词都一样 是吧 那差别在哪里 差别就在剧斗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意义是即使说话的人 所使用的是完全一样的字词 但是因为听的人给出不一样的剧斗 它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意义 那既然一样的字词都可以听出不一样的意义 那么作为分析师的我们 有没有办法更积极一点 让分析者在说话的时候 就形成不一样的句子呢 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讲试的 一开始就指出来的标点符号 也就是剧斗的方式 实际上左右着意义的生成的节奏跟方向 如果我换个说法来说了 recur关于话语的两个命题 它所涉及的 一个是分析师提点的大方向 也就是提点的目标跟时机 这个是属于提点的战略 strategy的层次 那提点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你要准备一字五 那时机呢 就是注意分析者说话时的无意识闪现 也就是说无意识说话的时刻 那分析师要想办法借由提点 让分析者的无意识 可以参与到分析谈话的意义形成过程里 那这样子的战略目标要怎么执行呢 它就属于战术 tactic的层次 那分析师的提点 是要改变分析者自带的剧斗方式 也就是他的ego对于话语意义形成过程的全盘掌握 那在句子的层次上 对于分析者自带的剧斗方式呢 也就是think所谓的pre-existing punctuation呢 它是藉由提点造成原来句子的改变 这样说 各位可能还是会觉得有点抽象 那就让我来举一些例子吧 我们从最简单的例子谈起 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分析师就有表情 或者是重复分析者话语的句委 把分析者已经说完的话 也就是加了句点的句子 从句点转成斗点 也就是让分析者把原先简单的陈述句呢 或者继续说下去 或者从头来过 说得更仔细一点 那例如有一个分析者 他在家中排行老三 上头有一个大他六岁的哥哥 学业成绩表现非常优秀 读的是台湾第一流的A大学 那他另外也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 没有像大哥那么优秀 但也还不错 读的是台湾一流的B纪值大学 那他在毕业后还接着读硕士班 那分析者他则是刚毕业 跟二哥读的是同一所纪值大学 他最近因为忧郁症来就诊 那我们从接案的误谈当中知道 这位分析者的母亲 对于小孩的教育安排介入很深 如果上不了A这间大学呢 那么就只能上B这间纪值大学 不然他不付钱 他觉得这样以后才会有前途 那我们也注意到 分析者家里三个都是儿子 那他母亲这样子的态度 势必会在三个儿子之间制造张力 那在治疗的早期呢 分析者提到母亲的时候 如果说我妈就是疼我大哥了 然后句子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还有二哥是吧 这时候如果我们接着问 疼你大哥 这样子的起点除了 可能让分析者多谈妈妈 是怎么样疼大哥的 也有可能在补充的时候呢 把二哥的部分也带进来 打开某一些可能在一开始 或许是刻意被回避掉的 跟二哥中间有关的议题 刚刚那个是简单的提点 把原来简单快速终结的句子 藉由提点重新打开 让更多的材料 可能包含原先被刻意回避的材料 参与到意义生成的过程里头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谈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 假设有个分析者 他和现在的女友已经交往好几年了 他觉得女朋友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 和自己的父母也相处得来 但是真的要论其婚嫁的时候 他还是莫名其妙的觉得犹豫 所以他开始做分析治疗 希望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位分析者和分析师建立了不错的工作关系 他在某一次误谈当中 分析师不经意的问道说 他怎么会选择做分析啊 而不是做其他形式的心理治疗 那分析者他是这么回的 我女朋友建 我建 我女朋友建议的 那表面上分析者只是回了话 告诉分析师 他的选择是女朋友建议的 但是如果分析师注意到分析中的说话 可能不只是分析者自己的自我在说话 分析者的无意识可能也同时在说话的话呢 那么分析者说出来的话语 可能就不是只有分析者以为自己要说出的那个句子 我女朋友建议的 还可能有其他的话在说我 也就是分析者的无意识显露的成分 那各位如果用听的而不是用读的 我女朋友建 建 我女朋友建议的这句话 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句子 我女朋友建 我女朋友建议的 在这段看似口级的表达里 分析者骂了他女朋友三次建 分析师如果听到了骂女朋友三次建的句子呢 他就可以借由这样子的问话来提问 你女朋友建 那如果分析者像我前面家的诞书啦 他是和分析师之间建立了不错的工作关系 那么他虽然可能会被分析师的提点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啊 甚至想要辩护 但至少他不会觉得分析师 在听他的话中有话的时候呢 是在找茬而觉得恼怒 分析者可能因为这个提点 而开始谈他之前没有提过的材料 比如说他其实很建议自己不是女朋友的第一次 觉得女朋友的交往经验比自己丰富 那自己如果就这么结婚 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交往机会了 那刚刚举的第二个例子 也就是属于听见分析者说六嘴的现象呢 他是无意识在分析者说话时所进行的插话或是干扰 那不过就像我在上一个讲次中曾经提到的 说六嘴是最容易听到的无意识说话现象 那无意识说话的现象可能还出现在 他在说话时候的情感叠加或消减 说话流畅程度的干扰 或者是话语前后矛盾 甚至后话修正前话等等 这些被我称为广义的修持策略的话语现象里 那例如Bruce Fink在经济分析记法的基础书中 谈提点的章节就提到了一个话语现象 没来由的否认 unprovoked denials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分析者在要讲一些特定的事情的时候呢 先否认了某些状况才能够继续说 那比如说有一个分析者 因为妈妈被爸爸持续严重的家暴 所以小时候一直搬家 为了不让爸爸找到 不过也因为这样呢 他后来总是觉得自己活得很漂泊 连一些固定的朋友都没有 那这位分析者在提到自己小时候 没有朋友的经验时 他会先说 我觉得那不是我妈的错啦 那时候就是怎样怎样怎样 那问题是分析者并没有认为不断的搬家 是分析者妈妈的错啊 为什么他在讲小时候的经验的时候呢 要先提我不觉得这是我妈的错 才能够接着谈呢 这个就是没来由的否认的一个例子 那各位可以想想 我不觉得这是我妈的错 会是那一个从小被妈妈带着躲避孩子 躲避爸爸的孩子 在当时的唯一经验吗 或许他在爸爸妈妈同住的时候啊 亲眼目睹过爸爸家抱妈妈的现场 也觉得妈妈很可怜 但是对一个小孩来说 各位要知道 带着他到处躲藏 叫他仓皇收拾行李 连说再见都没有机会 然后又要重新来过的 是爸爸还是妈妈 或许他在理智上觉得不是妈妈的错了 可是在经验的当时 作为一个小孩 他所感受到的 或许是妈妈造成的 只不过这种怪罪妈妈的念头 因为同时也看到妈妈被家暴 所以被抑制了 认为自己不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和念头 那Bruce Fink在精神分析的技法书中呢 命名了不少 他认为需要被提点的话语现象 那这些话语现象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 都是属于无意识在分析者 说话时闪现的时刻 例如说所谓的免责声明 Disclaimers 也就是在还没有说某件事之前 就先把他说成不重要 没关系 有点怪 太琐碎等等 仿佛这件事情 他要说的事情没有任何重要性 但是重点是即使是这样 他还是要说啊 这就像是我们在中文里常说的 有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那我发现啊 其实精神分析对于无意识会在话语中闪现 参与谈话的观察 其实中文的谚语里头也有不少 例如说我们说某个人说话时 欲言又止 话中有话 甚至是意在言外 只是我们并没有像精神分析这样啊 把这些经验上的观察系统性的整合成一门实作的学问 不过他也有可能是因为我 我的国学程度有限啊 非常局限在那种作为道统的知识上啊 那这些类似精神分析提点的技法呢 可能是出现在方数 或者是被贬为雕虫小技啊 在那些知识上 但是啊 啊 我比较熟悉的啊 那样子的一种啊 经典的学问啊 啊 大概都不太谈这样子的现象啊 那 这种啊 能够见为知著的这个 这些知识领域啊 我其实就没有太多的涉略了 那 总的来说啊 如果我们从说话作为分析者的我在说话出发 那提点 pontuation 它就是一个在话语层次上工作的精神分析技法 那分析者说话有他自带的剧斗方式 也就是说 有他使用啊 字词来说话的脉络 那但是因为字词本身是多意的 那无意识总会利用字词的多意性 想办法参与到话语成型的过程当中 这个就是分析师要注意的现象 话在说我 那在分析者和分析师说话的过程中呢 他的自我会有意无意的去意志字词的多意性 让话语中的字词尽量只出现分析者的意图 然而这样的意志啊 不管他成功与否 是可以被分析师听到 而且试图打开的 那这个就是分析师的提点 所要瞄准的话语部位 分析者说话时的修持策略 那说话作为一种话语现象 无意识总是参与在其中 那问题是分析者并不一定意识到这件事情 不一定意识到他的无意识总是存在 总是也在说着什么 那提点作为话语层次上工作的一种精神分析技法呢 他所要打开的就是在分析里 让无意识也参与进来的这样子的意义形成过程 让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机会形成句子的无意识念想 或者说欲望 能够有机会在分析的过程当中形成句子 那这就像Fink曾经在Floida的临床导论 An Introduction, A Clinical Introduction to Floyd 一书当中对拉刚的无意识就像语言一样被结构 The Unconscious is a Structure like the Language 所做的诠释 无意识的欲望 分析到最后可能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只不过这个句子从来没有机会被说出来 而分析师事实的提点就给了无意识欲望成为句子的机会 那今天的讲次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讲次再见 是谁? 谢谢观看